想要在蜜蜂和大虎头蜂之间讨论个谁输谁赢的这种话题呢 很明显的 这就像讨论小猫和剑齿虎之间打架谁会赢一样 我们这边说的虎头蜂是指英文的Hernet 一群蜜蜂要对付一群大虎头蜂的话 这就像几百只小猫要对付几百只狮子那样 看起来大虎头蜂应该是胜券在握对吧 因为毕竟一只大虎头蜂可以在1.5小时内杀死一千只蜜蜂哦 但是如果这种战斗发生在现实生活中的话呢 可能会比你想象中的还要复杂戏剧化和出乎人的意料哦 一群群的蜜蜂群呢 那可都是整天在工作的 它们为植物和果实受粉 并且从花朵之中采集花蜜 它们很努力工作并在一天结束的时候返回蜂巢 它们没有注意到一个冒牌货正在它们之中飞行着 那是一只大虎头蜂 它的尺寸比一只蜜蜂还要大 但身体却有着同样的黄黑条纹 没有人注意到它 这位冒牌货没有受到邀请 便跑进了蜂房 并发出一种破裂的声音 这使它张大了下巴所发出的声音 饥饿和愤怒 盛宴开始了 不到几秒钟 大虎头蜂便把蜂巢给弄得一片狼藉 虎头蜂呢 有一个带有有毒毒液的刺 但是在这里 它可以不带毒液 对于蜜蜂来说呢 这只怪兽是用它锋利的下额在攻击的 蜂群居民们攻击了敌人 但敌人却没有任何感觉 情况越来越糟 因为蜜蜂用刺试了之后 就不能再活下去了 它们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来保护家园 保护女王 但是不幸的是 它们所有的尝试 却都只是徒劳无功的而已 在解渴了之后 骨头蜂就飞走了 继续寻找新的猎物 只有一只蜜蜂成功地幸存了下来 它从蜂巢里逃了出来 去警告其他的蜂群 蜜蜂前往山谷里的每一个蜂巢 报告出现了强大的敌人 所有的蜜蜂开始准备要进行攻击 它们集结起军队 只是很可惜这样子做还是不够哦 现在大虎头蜂又到了一个新的蜂巢了 但是这次蜜蜂们都已经准备好了 它们从四面八方对着敌人发起了攻击 有一个瞬间蜜蜂的试词似乎起作用了 虎头蜂开始败下试来 活动也慢慢地下降了 胜利的希望鼓舞着蜜蜂们的信心 但是这持续不了多久的 这时又有十只虎头蜂们飞进了蜂巢 第一只虎头蜂在战斗之前 用一种独特的资讯素或者说信息素标记了蜂巢 这个气味呢吸引了他的朋友前来 现在蜜蜂完蛋了 在野外虎头蜂会留下痕迹 这样子一来 其他的虎头蜂们就能够找到标记的位置 在几分钟内 十一只虎头蜂们便摧毁了两万五千只蜜蜂的蜂巢 最近这片阳光明媚的土地上才因蜜蜂而生机盎然 现在它成了一个杳无声息的山谷 大虎头蜂不想花太多时间寻找蜂巢 所以它们分成了各个小组 飞到山谷的不同面向去搜寻 它们透过资讯素标记出蜂巢 并开始大规模地清理动作 它们对于毁灭的饥渴是永无止境的 是的 蜜蜂现在了解了它们的敌人了 而且只要虎头蜂一出现在空中 它们便会注意到 但是这并没有什么帮助 在每场战斗中 它们总是使用各式各样的策略来对抗 有一次蜜蜂试图攻击虎头蜂的蜂巢 但这完全是一次毫无意义的任务行动 如今再也没有蜜蜂帮忙花儿们授粉了 再也没有蜜蜂去制造蜂蜜了 蜜蜂们生活在恐惧中 不敢飞出蜂巢 在这黑暗的时刻 当几乎没有希望的时候 胜利的一线光束出现了 一种日本蜜蜂学会了怎么打败敌人 这个消息呢 传遍了各个蜂巢 这一个策略似乎是开始奏效了 蜜蜂们成功击退了几只大虎头蜂 恐惧的感受消失了 蜜蜂又准备好要去战斗了 在现实世界中 这些蜜蜂们学会了如何与大虎头蜂搏斗 但是其他物种可办不到这种壮举 于是呢 现在蜜蜂正等着敌人呢 他们都知道该怎么做了 终于有一只大虎头蜂出现了 数以百计的蜜蜂们发起了攻势 用他们的身体从四面八方去包裹住它 他们完全包裹住了大虎头蜂 然后开始震动 所有的蜜蜂同时震动 能够致使敌人的体温升高 温度越来越高了 虎头蜂无法挣脱蜜蜂们的包围 蜜蜂似乎用身体的能量在燃烧它 几分钟后大虎头蜂倒下了 蜜蜂们便把它扔出了蜂巢 现在他们对胜利充满了信心 接着又来了一只大虎头蜂 疲倦的蜜蜂们继续攻击它 并开始再次震动 然后接着下一个怪物又来了 然后又出现了另外一只 十、二十、一百只虎头蜂抵达了 蜜蜂们并没有那么多的资源和能量 可以持续对抗 又再一次失去了赢的机会 要想一劳永逸地彻底打败虎头蜂的话呢 蜜蜂们得团结起来猜行 所有的蜂巢 数以亿计的蜜蜂 得通通都团结起来猜行 一大片死气沉沉的草地 是最后一场战斗的地点 山谷里 所有的蜜蜂们都聚集在这里 他们准备好了 要来打这最后一仗 一片静默 接着空气开始震动了起来 你甚至都可以从远处就听到虎头蜂发出的嗡嗡声 由于没有任何一种动物能抵抗它们 所以它们的数量增加了数百倍之多 蜜蜂的失败已然不可避免 但没有人愿意让步 两个蜂群开始相互碰撞 这不是一场战斗 这是大毁灭 就仅仅在几分钟内成千上万只蜜蜂倒下了 但是却没有一只虎头蜂落地 一种昆虫物种正在从地球上消失当中 但那边那个那是什么呢 田野突然陷入了一片奇怪的雾中 蜜蜂和虎头蜂看不到彼此 然后透过白色的雾 它们出现了那些巨型生物的前影 它们走到这场战斗的中间 成千上万只虎头蜂对它们发起了攻势 但这一切都毫无意义 蜜蜂很快便倒下了 并失去了知觉 虎头蜂也倒地了 有一些想要试图飞走 但雾让它们无法飞离 所有的昆虫都睡着了 有人用毒气阻止了这场战斗 这是蜜蜂的主要盟友 是人类干预了这场争霸 穿着厚厚防护服的人类们 从地上捡起了被迷晕的大虎头蜂 并把它们放在一个篮子里 并把蜜蜂们给放在了另外的一个篮子里 收集这些虫子的过程 持续了好几个小时的时间之久 然后蜜蜂在蜂巢中安然地醒了过来 而虎头蜂们则在特殊的容器中醒了过来 它们被困在里面 不能再伤害任何其他的生命了 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在毁灭虎头蜂们的蜂巢 它们不允许虎头蜂繁殖 毕竟蜜蜂们可是负责着自然界的生命循环的 由于它们的兽粉功能 它们帮助了许多植物繁殖 蜜蜂们协助生产我们所吃的莓果和水果 它们照料牛和其他牲畜所赖以为生的花朵 多亏了蜜蜂 我们才能够种出来许多的棉花 如果虎头蜂摧毁了蜜蜂 那么用这种材料所制成的衣服 便会出现短缺问题 T恤 牛仔裤 外套等等等的 这些个东西通通都会变得更贵 并最后从市场上消失 许多产品也会失去其丰富的味道和食用的特性 动物们和人类们将得不到足够的维生素 主牛会变得无法产奶 然后我们便会没有起司 酸奶油 奶油等其他食物 你也无法在餐厅里吃上多汁的汉堡 茄子 辣椒 奇异果 蓝莓 蔓越莓等更多的东西 都将会从柜台上消失掉 整个动物植物物种都将不复存在 这不仅会导致农业危机 还会导致全球性的经济危机 与此同时 虎头蜂的数量则会不断地增加 世界上几乎没有动物可以控制它们 如果人们什么都不做的话 那么每一个人最终都得穿上厚厚的防护服 才有可能出门 虎头蜂会进入房屋和汽车之中 攻击人类和宠物 光是一只虎头蜂便能引发起许多麻烦 它的刺是所有昆虫中最危险 也是最痛苦的一种 就像一根烧红了的针那样 当虎头蜂刺向敌人的时候 它会将毒液给注射到皮肤之中 这种毒素会使血管壁扩张 被咬的地方会变红 这可能会持续上好几个小时 甚至是数天之久 虎头蜂是一种很好斗 具有侵略性的生物 它可以试个好几次 所以想象一下 一群虎头蜂们那是能造成多大的问题啊 要想逃脱的话 你得躲在枝繁叶茂的灌木丛中 或者是跳进水里 等虎头蜂飞走之后 尽快紧急地联系医院求救 尤其虎头蜂会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更糟糕 所以对抗它们那可是非常重要 可惜的是 蜜蜂们做不到这一点 它们对于虎头蜂完全没有防御能力 人类们意识到了这种危险 并想要尽一切办法控制住虎头蜂的数量 这就是为什么虎头蜂与蜜蜂的对决中 会没有迎面的原因了 现在每一只蜜蜂都恢复了正常的生活方式 兽粉 提取花蜜 在蜂巢里产蜜 山谷又开始开花了 蜜蜂们可以平静地好好睡个懒觉 有人类们监控着局势 观察着虎头蜂的动态 如果有一只敌人出现的话 便会代表那里有个蜂巢 而特别服务人员便会追踪这些虎头蜂的去向 并能在老树下和坑里找到它们的巢穴